美軍打擊胡塞武裝據點 以色列軍方與政府現分歧 習近平冷眼旁觀 普京和金正恩在自家門口受恩愛 華春瑩鴨聲副部長又有新職務 南方暴雨水浸桂林火車站 港西水庫深夜洩洪洋災禍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6月21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問 我是林欣 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厭倦了充斥著暴力 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 現在 干站世界影視平台 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 干站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 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 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 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 傳遞傳統價值觀 令你從拾經典之味 無不良內容 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 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 美國軍方6月19日宣布 在也門 胡塞武裝 近日對船隻發動一系列襲擊後 美軍摧毀了其兩處據點 自2023年11月以來 胡塞武裝一直針對紅海和阿丁灣的船隻 發動襲擊 聲稱這些襲擊是為了支持 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 應對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 美國軍方6月19日在X上宣布 在也門 胡塞武裝近日對船隻發動一系列襲擊後 美軍在過去24小時內 摧毀了兩艘由伊朗支持的 胡塞武裝無人駕駛水面艦艇 並消滅其一個地面控制站 和一個指揮控制節點 之前一天 美國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二表示 已經摧毀了胡塞武裝的8架無人機 在以哈戰爭進入9個月之際 以色列軍方和政府出現分歧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在星期四重申 在哈馬斯歸還所有人質之前 以軍不會撤出加沙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說 我們不會離開加沙地帶 直到歸還我們所有人質 包括活著的和死去的 我們正在執行二項任務 還有很多其他任務 現在最好保密 據信哈馬斯拒絕了紅十字會 探視仍然被關押的約120名人質的要求 同一時間 以色列宣布其中的43名人質已死亡 然而在前一天 以軍發言人在接受採訪時 對以色列政府消滅哈馬斯的目標出現分歧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說 哈馬斯是一種意識形態 無論是誰 如果認為我們能消滅哈馬斯 他就是錯的 我不是談替代方案 政治高層必須做出決定 以色列國防軍也會執行 隨後以色列軍方很快作出澄清 表示將致力於實現內閣確定的戰爭目標 在對抗哈馬斯之餘 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衝突 持續加劇 真主黨頭目 塞爾德、哈沙、納斯魯拉 星期三聲稱 真主黨將攻擊該地區任何一個 協助以色列作戰的國家 最靠近黎巴嫩的歐盟成員國 塞普勒斯可能被捲入戰爭 對此塞普勒斯總統 梅科斯、克里斯托、祖利貴斯回應 該國絕不參與該地區的任何軍事行動 但會協助向巴勒斯坦領土運送援助物資 自去年11月以來 胡塞武莊已經對行經紅海和阿丁灣 這條重要海上航線的貨運船隻 發動了數十次無人機和導彈襲擊 並稱這是對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的報復 俄羅斯總統普京週三在訪問平壤之際 俄羅斯與北韓宣布了一項 在受到侵略時相互援助的協議 顯示莫斯科與平壤關係升溫 這種在北京家門口受恩愛之舉 習近平卻冷眼旁觀 有華府中國專家認為 北京目前正極力避免 形成中俄與北韓普團同盟的情形發生 導致中共與西方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 英媒BBC中文6月20日報道 普京自2000年以來首次訪問平壤 成為俄羅斯與北韓炫耀友誼的機會 金正恩宣布全力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對於首爾東京華盛頓和布魯塞爾來說 普京與金正恩的會晤 埋藏著巨大危險 事實上他們是彼此需要 普京急需彈藥繼續打仗 金正恩需要錢 然而該地區的真正力量並不在平壤 普京與金正恩在中國的家門口建立關係 他們謹慎地避免激怒北京 因為北京是這兩個受制裁政權的重要貿易 和影響力來源 即使普京稱讚他與金正恩有堅實的友誼 他亦會知道這種友誼是有限度的 這個限制就是習近平 《華爾街日報》曾報道 普京在今年5月與習近平會晤之後 北京敦促他不要直接訪問平壤 中共官員似乎不喜歡北韓被納入那次訪問範圍 習近平亦不樂見俄國與北韓發展同盟關係 習近平已受到歐美的巨大壓力 要求他減少對莫斯科的支持 停止向莫斯科出售助長烏克蘭戰爭的零部件 北京更需要外國遊客和投資 體真皮軟的經濟 保住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習近平不能無視這些警告 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研究員趙通表示 中共對於北韓、俄國、軍事合作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正維持某種程度的保留態度 因該合作關係可能破壞北京對平壤 近乎壟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趙通亦強調 中共同時亦極力避免製造出三國 正在形成某種聯盟的觀感 因為這個對中共和重要西方國家 維持務實合作的關係毫無幫助 英媒報導指出 對於野心勃勃的中共領導人來說 外界的看法很重要 他希望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挑戰美國 習近平當然不想被孤立或面臨來自西方的新壓力 同時他仍然在處理和莫斯科的關係 此外中共還為金正恩推進核武庫的努力 提供政治掩護 多次在聯合國阻止美國主導的制裁 但習近平並不喜歡膽大妄為的金正恩 平壤的武器試驗使得日本和南韓 並棄歷史仇恨 與美國簽署防武協議 成為關係緊密的安全同盟 一旦緊張局勢升級 更多美國軍艦會出現在太平洋水域 這個引發了習近平對東亞北約的擔憂 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沒多久之前 剛剛升任外交部副部長 有港媒報導稱 他很可能又有新職務 香港《明報》6月20日報導稱 中共多個外事單位 最近頻繁出現人事調動 包括駐印尼大使陸康 升任中聯部副部長 駐南非大使陳曉冬 外交部部長助理兼新聞司長 華春瑩雙雙升任副外長 駐伊索比亞大使趙志遠調任外長助理 農勇調任港澳辦副主任 徐飛鴻出任駐印度大使等 而一個星期前駐古巴大使 馬暉回國出任中聯部部長助理 是中共中央外事口部門領導 最新人事異動 文章指出華春瑩是唯一 未有駐外大使經歷的副外長 有猜測目前主管歐洲事務的他 可能接任副部級的駐歐盟大使 保強李寧 女家學者著名自媒體人 文昭亦曾指出 華春瑩從未出任過大使 就升至副部長 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 顯示習近平無人可用 因為專制領袖需要的不單是人才 還要忠誠可靠 想他所想 後面這項品質更難 港媒文章稱 上述連串人士異動 可以看作中共外事口最高領導人 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的人事佈局 但自由讚稿人杜正 3月21日在台灣上報 讚民表示 在外界看來王毅頗為得勢 但其實他身邊有一個沉默大佬 可能對他不利 這個大佬 就是外交部黨委書記齊玉 他亦是外交部機關黨校校長 文章說毫無外交經驗的齊玉 在2019年1月空降中共外交部 早就被視為奇怪的人事安排 文章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齊玉曾經是中共黨魁習近平 同父義母的兄弟習正寧的同事 齊玉1983年7月進入陝西省委組織部任調研員 而1984年習正寧任陝西省委組織部青年幹部處處長 1986年任陝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文章認為習派了一名親信監視外交部 收集中亂租租的問題線索 這是可能的 照這看來齊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權勢的人 王毅也必須忌憚他 此外還有不少觀察人士指出 王毅並不被習近平信任 今年4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來中國訪問最後一刻通知習近平 會見他的人是公安部部長王小紅 而不是外交部部長王毅 就是好好的例證 中國南方連日來暴雨不斷讓城洪災 港西梨江水渡灌桂林火車站租淹沒 官方稱洪水超過30年1月 安徽黃山暴雨引發山洪和嚴重內陸 6月20日中共央視網報導 港西桂林梨江全線水位出現持續上漲 20日零時55分 梨江桂林水民站出現148.88米的洪峰水位 超出境界水位2.88米 是桂林1998年以來最大的洪水 洪災中梨江河水渡灌入桂林市 市內多處出現嚴重水浸 各境區關閉其中著名景點 橡臂山的橡臂幾乎全被水浸沒 桂林火車站也被浸了 積水慢入後車廳 桂林市區的梨江橋下景點 6匹馬被完全染沒 無法辨認 網傳影片顯示桂林市區一片汪洋 整個城區都浸泡在水中 據新浪網報導 桂林主城區已經出現嚴重來勞 沿江路面出現20多處積水路斷 10多處交通阻斷 多個景區被迫關閉 公共交通多條線路停運 不少學校也發布停貨通知 港西桂林全州居民黃先生 6月20日對大紀元表示 昨天大約漲水漲到3米左右深 水南村村前的路都被淹沒 過不去 有網民質疑 暴雨不可能導致市區 這麼高的水位 這個根本就不是天災 是朝兩縣長潭水庫 和平原有樹河上的水庫 合併射洪導致的洪水 而且是夜裡射洪 還提前10分鐘才發布的射洪信息 網傳影片顯示 一居民家被多過沙發 等寵物和人力頂住的屋門 直接被急流沖開 洪水迅速倒灌入居民家中 另一碼面顯示 他們正在緊急搶救他們的家電 房間中水位高置成年藍子的屯部 6月19日央視網報道確認了 離江上游水庫相繼舍紅的消息 據港西天氣預報 20日晚到21日白天 桂北有中雨 局部有大雨 到暴雨 連日強降雨 引發洪水和內露 澎湃新聞20日報道稱 黃山暴雨至城市內露嚴重 多地出現 吞進水流 衝跨房屋 衝走汽車 生畜 樹木等情況 黃山市區出現嚴重內露 山區出現 滑坡現象 大片農田被淹 目前該市 攝緣 幽寧園和屯溪區 受災比較嚴重 攝緣 高徑 村村民 發文稱很多房屋被衝走 多人失亂 高壓線塌至全鄉 無電無網無信號 攝緣 圓一居民告訴大紀元 丸子已被淹沒 房間更好 低蛙處很嚴重 周圍道路都被水沖斷 人入不來 我們亦出不去 什麼時候水能退役不知道 現在河水漲起來了 今天開始漲水 明天不知道什麼情況 來的路上被水浸了 車都開不進來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